遇到這個狀況真的傻眼了 我們要來看到是有民眾來到台鐵通往積極的連通道 就碰上了平面手電扶梯的故障 再加上是沒有告示牌的 所以你誤闖之後呢 真的只能硬拖的自己的大行李 這一路走下去真的是累的半死 同樣令人有怨言的 還有這地下一樓的計程車招呼站了 因為這裡本來就很熱 現在天氣熱就更熱了 體感溫度飆迫40度 明明走在電伏梯上 但偏偏就是不會動 仍來仍往的積極的連通道 原先為了方便旅客拖拉行李方便 設置平面電伏梯 但有民眾抱怨一邊故障不能用 又沒有標語 害許多人提著大包小包 誤上的賊船推不出去 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往前進 實際來到這個連通道 可以看到兩邊都是有在運轉的 但是在這一邊呢 儘管目前是在運轉 但是呢卻是拉起了告示牌 同樣還是無法使用 旅客來來往往 見到電伏梯 不猶豫直接搭上省點力 反觀另一邊好不容易終於動了 卻還是不能走 看了好無奈 畢竟我們拿著行李就比較大的行李 可能用一點不方便 其實還蠻重的而且我們一個人一個人 他也不能老實幫我拖著這行李 就是我要自己拿 感覺少一個推力的感覺 走這條路的時候會變得有點長 有點沒耐心 位在地下一樓已經超悶熱加上大批機程車 同步排放高溫廢氣 才站一會就開始狂流汗 比比一旁車站走道原先只有25度 處在舒適範圍來到招呼站 瞬間飆到31度熱到爆 最高海層飆到37度 乘客司機通通受不了 可能比外面還要熱 因為外面還有風嘛 那你地下這邊完全是沒有風的 以前以往還有灑水的那個 那個噴水的那個水霧的那個效果 其實這次沒有啊 就非常不舒服 針對平面電伏梯 姊姊表示由台鐵負責 台鐵也回應 圍起來是故障維修後運轉測試 目前兩個平面式電伏梯 均以正常運轉使用 面對旅遊旺季到來 相關編明設計 就怕反倒失去功能 讓每一LATSAP 記者黃教維 江晨峻 葉智雄 台北怎麼到